大家好,我錄這部影片是7月27日的夜晚,是星期二的 大家好,今天的股市我又有印象跌到飛起了 我可以看看財經揭露,跌差曾經穿過25000 不說這些多不多,但是張家朗拿牌,拿金牌 的而且是香港一件很大的事 也因為最早的維基條目就說他是警察子弟,父親為香港警察 野來的黃絲咀擊張家朗 但是慢慢又會有其他不同的說法 見那些黃絲就被別人玩來玩去 一會兒說他是警察子弟,大家就詛咒他 拿完牌,不敢再詛咒他呢 一會兒說其實他就是黃絲 玩來玩去,我覺得很好笑 為什麼什麼都要搞政治呢? 我是一個全職的KOL,政治評論員 我當然是講政治 但是你們其實在生活裡面,普通香港人 為什麼要搞這麼多政治呢? 是不是? 我們其實另外就是唐英傑案 待會再說,我也很感謝法官判他罪成 其實穆sir,請大家支持他 五家六,那件事我沒有什麼好跟進的了 香港政府就打壓了 OK,我們先進正題議 請大家訂閱何志光右手邊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以及噓噓噓噓 也請你們每天的12點8點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好,我們先進正題 進正題裡面都知道 穆sir,穆sir是慘的 他跟女朋友的照片 或者他Facebook,Telegram,Instagram那些 其實可能有一些朋友的照片 他們,穆sir就怕 就是他的 就是他那些朋友再標示出來 逐個逐個被人攻擊 這個是很明顯的了 五家朗事件帶來 起底恐怖主義潮 香港政府呢 立法事實上的時間太慢 令到呢 現在仍然是無法無天的 我們支持穆sir的 其實我不想開名罵 曾經跟穆sir 有所相關的一些政治組織 或者是一些教育組織 但是 全部現在都收了聲 其實我也交代得很清楚了 東京賽場是日本人 他怎麼會保護你的國家尊嚴呢 怎麼會在意呢 是不是 在意的是應該當局 但是現在當局呢 就是不在意了 這個呢 我覺得呢 是賣國的體育 體制來的 但是這個賣國的體制 貝君旗現在就 就是這樣 但是我不想重複昨天的事情 總之 大家支持穆sir 穆sir出聲 是鷹出聲的 他出了 帶來一些不好的結果 就是這樣了 這個社會呢 很多時候呢 都是殺善之 就是有些人是 願意說話的時候 首先就被殺 看這個款式就是這樣了 那麼我們 這個 當然啦 五家朗 兩個家朗裡面 五家朗是擺明是黃絲 野來是正常和黃之間的決戰 張家朗仍然是這樣的情況 萬事萬物 在現在在香港的高度撕裂的社會裡面 其實我們是需要 逼一些黃絲 棄權的 所以五家朗事件 是林鄭的退讓 背君旗的退讓 那我是十分之不滿 就是他們 用恐怖主義 起穆sir底 是不是 接著恐嚇 就是正常人收聲 他們得逞了 這次 穆sir很無奈都要收聲 是不是 就是 其實是不是 我們政府現在去告唐英傑 告完 但是其實那些黃絲繼續在 保護 五家朗 五家朗就是 繼續 他反正都在輸了 羽毛球界 是競爭很大的 他一定輸 他拿到牌的 當然是另一個爭議 幸好他一定輸 因為太多敬人背出 國家對到很多聰明人 但是因為 我們的官員 鵪春 反正都在輸了 五家朗 你 踢走他的資格 那些黃絲 就 威嘩鬼叫 反而無事 找事做 可能有這樣的政治考量 但是我也說 國家尊嚴 不能一分退讓 那個區徽 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徽 背後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不肯放國徽出來 那麼 那個China究竟是不是 是什麼China呢 中華民國 還是不知道什麼 所以 五家朗是不可原諒的 但是你現在 特區政府 體育當局 全部都要放山去 對不對 張家朗也是這樣 一說到 他爸爸是警察 那些黃絲要發癲 嘴擊 攻擊 對不對 張家朗拿金牌的話 我去旁邊快田 吞十個菠蘿 塞屎眼 說到這樣 收皮吧張家朗 你有金牌的話 在我這個帖下面 留棉的 我人人派二千 即是 這個叫做川普的 高登帳戶 這樣說 我還沒看到你們派錢 高登 另外 這個很誇張的 戀屍神父 這個帳戶在高登裡面 張家朗贏到金牌 維園直播吞劍 絕不走數 還有一個 就是 張家朗奪金的話 我撤 那些留言很不客氣 但當然 另一邊 有些說 張家朗贏了 一定贏 他不贏 他不贏 留名者 我會派二千 咦 這個意思好像一樣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即是說 他 可能這個帖 有幾百人留言 他認為張家朗一定贏 如果他不贏 他就派錢給那些在帖下面留言的人 即是他很大的決心 即是高登 可能也不是一面倒 罵張家朗的 有一個是這樣 反過來 但我覺得 高登 這些就是 很壞風氣的 高登連登交登 其實就是恐怖主義 在裡面聚跡 是不是 張家朗 傳他爸爸是警察 但是原來張家朗的爸爸 是參加籃球隊的時候 就效力過香港警察 現在還沒有確認他爸爸 究竟有沒有做過警察 或者附警 還沒有確認 他爸爸究竟他私人生活裡面 會不會聽我們KOL說話 我們正常人這邊呢 這樣 不排除的 因為都上了年紀 那麼 沒有需要說 我們去 我們這邊正常眼陣營 要私有化張家朗 我覺得沒有需要的 他自己的選擇 但是那些黃絲呢 發覺張家朗不太確認 他的身份的時候 開始又另一邊玩東西了 陶傑那個這個是 香港著名的仇華 又說中國小龍DNA的人渣 陶傑 他就說 因為五加朗是一把劍 所以是一 那麼現在呢 他在比賽裡面舉高了一隻手 可能各種原因 有這樣的鏡頭 他就說這個五一了 這個就是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就是這樣 如果舉高手掌 這樣就當 然後呢 然後呢 手採用一件 這樣就叫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那就死掉人多了 就是所有的 劍擊隊員都插著把劍 就是有時候 溝通的時候 舉高手掌和評判說一句話呢 就叫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這個是沒有任何意識 他說五一的 但是陶傑呢 就屈X他 會不會這麼無聊啊 就是這麼無聊 當然啦 我不知道張家朗呢 有沒有什麼動機啊 張家朗自己呢 就會 關注《立場新聞》 就是港獨媒體 也有關注 何韻詩的 這個有人敢說 這個帳戶 我不敢確認 是不是一定是張家朗 因為張家朗這個名字都不少人叫的 這些呢 究竟是不是 那些黃絲想私有化張家朗呢 其實沒有意思啊 就是我覺得那個運動員 他有權不懂政治 有權 去做一個 真的不想理那麼多事情 就是專心比賽 你們為什麼經常都要玩政治 那些黃絲 就是 我也是這樣的 我特意和你們玩的 就是 支持Miller 就是你黃絲就支持Miller 支持Error 十六個醜男 你們去喜歡 這樣 一會兒又搞機 一會兒扮女人 這樣 一會兒又玩騎 那就是你們黃絲就要喜歡這十六個東西了 就要罵啊 閻明熙 是這個雙妃大陸妹這樣 那你越罵我就越支持閻明熙咯 那我就說 喂 那我推廣多一點 我是故意這樣調轉來做的 是不是 我一向那個武力政經背後 聽下去沒有政治性 實質有的嘛 我就是這樣 吹嗎 不是 我見你們玩 就陪你們玩吧 因為我是政治人物 我不算Exceler的政治人物 但是我是政治評論員 是不是 又要舉中指 你還坐在那裡做什麼 是不是 張家朗就是代表著一國兩制的體制 去參選奧運 這件衣服全部適合規格 那現在會唱國歌 升國旗 驅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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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呢 我們香港的驅旗 其實和五星旗之間是有關係的 所以 你不接受這個政權 那張家朗也是代表著這個政權 去贏這個比賽 替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體制 在之下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 這個是 一個中國香港人 去參賽 你們過來瘋什麼 是不是 張家朗就不敢大大聲聲說 他是黃定南 我覺得他也不需要 是不是 你們想證明他是黃或者藍 我覺得是無聊的 但是你們就在那裡 堆中止 升國旗就是堆中止 是不是 不且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就不對了 是不是 接著響國歌 含家靈 你們什麼都要搞政治 我 我 我現在是做政治評論員 當然我什麼都說政治 但是你們做一個普通人 喂 搞這麼多幹什麼啊 另外 提一點點 張家朗是有很多牌的 精英運動員家他計劃有五百萬 林大輝中學會二百五十萬 接著實惠要幫他添置全屋家司 應該是港鐵中心任搭車票 不過他不是經常留在香港 九巴一年免費任搭 接著呢 不提那間 那間 那間 不知道那間 那間 免費三年接載 很多機構都是 承諾很多利益給他 接著 林大輝說買一層樓給他 我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會買一層樓給他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 那其實都 有時候覺得 喂 就是我覺得 情於一些香港的年輕人 不要說這麼多政治 做一下唱歌 做一下運動員 接著精一求精 輸贏也好 贏了的 好像張家朗 成為一個狀元 萬進竹目 未來十年 他也是一個千皇巨星 張家朗 因為 估計三年後 巴黎奧運 都是看他的 那時候 他可能也是 二十五還是二十六歲 還有機會拿金牌 大家對他很多寄望 未來 就是 我想 2028也是看張家朗 其實大家 可以說一句 你想想 你搞這麼多政治幹什麼 我看著 東周刊封面 嚴明熙 他就是唱歌 拿了狀元 又是萬進竹目 連孤掌拿來 都變成標題了 你想想 你搞這麼多政治 為什麼 浪費 另外 唐英傑案 很正常 這些事情 大約來講 就是判了去罪成 的了 所以 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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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法官 我想 給大家看 道立兵 彭保琴 陳家信 都沒有聽 港大兩隻 妖怪的專家證人 的看法 就是說 其實 其實 港大那兩個人 就保持了 不知道 什麼 李詠琴 就保持了 有個可能性 是港獨的 不過 港大兩個證人 就是 所謂的專家 提實他也不是讀中文的 如果要解釋政治 我何志光比他更厲害 你說新聞 傳播學系 浪費 但是很清楚 法官的判法 就是 國安法 這個 實施的首日 7月1日 你 騎個電行車 撞到警察那裡 這個是恐怖主義 另外 《光發香港時代革命》的時候 是 會和梁天琦的演講有相關 我也說 這八個字 不可以 不可以脫離梁天琦 去解釋 而法官也接受這個看法 就是 梁天琦 就把這八個字說成港獨 我也說 很感謝法官 按正常人的邏輯 說正常事 因為大家經歷過歷史 歷史脈絡 本文前說 江復 那麼多次的反水貨 江復行動 這樣 現在江復整個香港 就是說 將大陸人打走 江復 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不是你驅逐水貨客 就是驅逐和大陸相關的人 去元朗也好 去屯門也好 或者沙田也好 你將大陸人從香港驅逐出去 那他們的江復 的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整個香港 要將所有 和大陸相關的勢力 全部趕出去 這樣解釋 江復香港 之前我很感謝法官 採取這個 和梁天琦 的 他的身平 他的政治行為 那麼 時代革命更加是梁天琦 參選的 一個 的口號 那麼 現在他展示這件事 在整個港島區開車 大家看到他這枝旗 看到警察 他是在挑戰香港的法治系統 就是說 敵對國安法 那麼 所以呢 就判他罪成的 聽到的判詞就是這樣 這樣說 軒廉當然是很大 是不是 這次很嚴重 最嚴重的那個就是譚德智 我的同學 崇基神學院 我還沒有同期讀過書 但是 大家都是崇基出身 現在呢 就是說 因為 譚德智 是多次在 國安法生效之後 他的演講 都有多次 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即是說 如果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已經是被判 為 是一個 港獨的 口號 在法庭上 也是這樣說 不是中聯辦說 不是港澳辦說 不是特區政府說 是法庭都確認了 所以譚德智來講 他應該就會歸入 煽動分裂國家罪 即是他已經是一個港獨分子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我有理求懷疑 崇基神學院 都是一個港獨的結構 崇基侮辱他 我覺得應該要抓公立人 應該要抓路小教會 他創辦路小教會 誰跟譚德智有關的人 全部都要火燒連環船去跟進 因為 他既然這麼夠僵 人民力量應該 我不記得人民力量有沒有解散 但人民力量相關的所有人 或者是最出名的 這個錢寶芬 錢依依 全部都跟譚德智有關的 是港獨分子來的 但譚德智和長毛 和社民連 都有關係的 應該把整個社民連 列為危險的組織 那你 我一向見譚德智 和長毛 整個社民連的關係很深 其實燒起上來 花生台都要追究 這一堆人 不要說衰些說一句 我以前進過花生台 後來他就 因為我不刷梁天琦 他就趕走 我希望 警察 真的可以 用連助法 一次過把這些組織全部都要撤查 確認他們是一些港獨組織 查他們過去的言行 有所相關的全部都要取題 我認為 都不夠時間 另外 這個法輪功 法輪功的前記者 就會 要接受國安的協助調查 其實下一次後供了 但這次扣起旅行證件 記協的主席 就在亂說 其實我覺得 香港政府應該對工會 重新立法有一個定義 如果記協不是工會 是一個政治組織 我希望有法例明確 去搞清楚 如果記協在發放一些妖言惑眾的訊息 就說 我們記者不應該 接錯調查的時候 不應該扣留旅遊證件 打黑新聞自由 說完廢話的話 其實原來你說的廢話 你不是一個記者工會的人 記協根本就不是記者工會 是一個政治組織 現在在包庇恐怖分子 我有理由相信 這位漢中國的法輪功的前記者 就是一個恐怖主義的參與者 扣留他的旅遊證件 就是保證他不會走路 我們要對恐怖活動 大力去打擊 但你記協就是現在 你第一時間發聲 當你光明正大 我懷疑你記協就是一個恐怖主義的朋友 就是包庇者 你現在說新聞自由 我們做記者 搞恐怖活動 你也不能抓的 你只是這個意思 我等待香港政府做多些事情 另外 其實支聯會 是想要認罪的 但是如果支聯會 搞六四紀念會 是一個非法行為的話 我覺得就等於 國安法可以告支聯會 顛覆國家政權罪 我正在等待國安公署 告支聯會取編 先說到這裡